2024年11月2日 扬声大师圣哲曼 2024年11月能量 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 一者扬声传导 我是圣哲曼 紫罗兰火焰的守护者 我现在在这里告诉你们11月在你们世界上的能量 这是一个伟大变革 伟大转变的时代 你们在转变自己 转变观点方面得到了支持 你们不能把坏的东西变成好的 你们在那里是为了改变你们自己和你们的观点 这样你们就可以看到一切都是好的 一切都是上帝 都是源头 11月份到来的能量将在这方面为你们提供支持 你们拥有11分之11能量和供应这些能量的门户 它在那里帮助你们知道你们正在得到帮助 有时你们需要在自己内心保持这种意识 这种意识你们正在受到那些关心你们的人 那些存在于更高维度层面的人的帮助 我们当然可以提供帮助 但在不干扰你们的进程 你们的意识进化的情况下 我们能做的就只有这么多了 因此 我们在更高领域提供能量来支持你们 推动你们 并为你们保留空间去做你们需要做的事情 以便更真实的存在 你们在那里架起了天堂与地球之间 非物质与物质之间 人类与神圣之间的桥梁 有时你们需要提醒形式的帮助 有时你们需要能量形式的帮助 有时你们会得到整个月不断出现的想法 这些想法看起来像是新想法 或者看起来像是突然冒出来的 它们会支持你们更多地了解你们的真实面目 并为你们提供一切所需的东西 让你们能够透过源头的眼睛 看到你们所创造的世界 作为创造者的源头 绝不会谴责它的任何创造物 而你们作为现实的创造者 也希望以这种方式看待你们的现实 你们不会谴责它 而是会看到你们为什么创造它 它的潜力是什么 以及你们如何从中成长 无论它是什么 到11月底 你们会感觉自己焕然一新 成为自己的高频版本 我可以自信地说出这一点 因为我知道你们中有多少人是醒着的 有多少人正在接收这个信息 我们将利用这些能量 来实现最伟大和最高的利益 你人在那里为地球上的每个人建设 创造更好的生活 这就是这个时代对人类来说独一无二的原因 因为你们中的许多人意识到你们和所有其他人之间存在的联系 并且你们知道所有其他人也必须得到尊重成功的机会 让你们过着你们认为成功快乐 有意义和满足的生活 每天向11月的能量敞开心扉 并从我们从更高领域发送给你们的一切中受益 我知道 这样一来 你们就会被改变 你们会看到外面的世界在你们眼前改变 我是上哲曼紫罗兰火焰的守护者 2024年11月2日 大天使梅塔特隆 你们的扬声时间线 传导Natalie Gleason 译者扬声传导 问候 亲爱的光之存友们 我是大天使梅塔特隆 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在一起 我带来我的爱和天使王国的神圣礼物 洒在你们的身上并贯穿你们的存在 我们随时为你们服务并支持你们 我们在这里协助你们的扬声之旅 我们意识到你们中的许多人此时可能会感到沮丧 你们希望认识地球上的和平 爱和真理 你们希望自己转变 他人转变 地球母亲转变 你们希望体验你们来到地球上体验的现实 地球上的天堂 造物主在地球上存在的神圣表达 你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会感到沮丧 你们可能会感到不耐烦或失望 因为你们所寻求的 你们所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似乎并没有以你们希望的速度在地球上显现 你们希望认识并看见地球上每个人之间所表达和尽力的爱 每个人都是其神圣造物主自我的表达 因此在地球上可以看到美丽 壮 力 神性和魔力 然而此时 你们在地球和周围的人身上看到的似乎是混乱 消极 伤害和痛苦 也许也在你们自己的存在中 同样 这可能会非常令人沮丧 它会在你们的内心产生愤怒 我们天使王国希望你们承认在扬生的这个阶段 经历挫折失望愤怒是很自然的 如果你们愿意认识到这就是你们正在经历的 并在爱中拥抱这些感觉 就好像你们在拥抱每包裹着这些感觉直到它们消失 那么你们就会认识到一种新的能量和一种新的视角 从其中出现在你们的存在之内 你们的扬生过程就在你们的存在之内 你们在地球上 在别人身上 在你们自己身上所寻求的一切都在你们之内 你们希望看到和创造的世界就在你们的内心 它首先从你们的内心开始 每个人都会在它们的存在中认识到这个新的现实 它将出现在你们的振动中 在你们辐射的能量中 你们将开始看到你们的观点改变和转变 你们会发现自己和周围的世界有更多的爱 更多的仁慈和更多的平安 就好像你们正在从你们的存在中展开那个新世界 每个众生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每个人都处于不同的阶段 也许你们存在于这个爱与和平的世界中 而其他人则不然 也许你们并肩存在 那很好 每个人都会达到相同的阶段 但你们所寻求的现实就在你们的内心 不要指望周遭的世界会改变 也不要等待周遭的世界先改变 那个神上的世界必须来自你们的存在 那种神圣的现实 你们希望过自己的生活并希望看到别人体验他们的现实的方式 当你们将其福射出去时 你们就允许自己存在于那个空间中 其他人也会这样做 直到每个人都达到相同的水平 这是你们的扬生时间线 这对你们来说是个人的 事实上 它与外在世界无关 然而 你们的扬生时间线会影响外在世界 你们将创造一个充满爱与和平的口袋 其他人也会这样做 渐渐地 这些爱与和平的口袋将重叠并溢出 到那时 能量将会得到巨大的提升 你们自己会发现自己翱翔到更高的光振动和神圣体验 地球和你们周围所有人的扬生正在发生 但最重要的是你们的扬生时间线 这对你们来说是个人的 是时候设定你们的目标了 当你们想到一个新地球所有人的新现实 你们自己也会想到什么 你们希望怎样生活 你们希望成为怎样的人 你们想辐射什么 最重要的是 不要专注在你们在外在世界想要什么 而是要专注在你们希望在内心世界体验什么 你们希望每时每刻都有怎样的感受 你们希望成为爱或幸福 和平 信任或真理的化身 也许是所有的结合吗 你们是否希望在自己的存在中实现某些目标 你们希望唤醒某些疗愈 某些技能 当你们专注于内心时 你们就是在专注于你们自己的个人时间线 你们创造目标 一个你们自己的目的地 知道你们已经体现了你们的扬生和你们所寻求的一切 这只是一个你们认识到你们存在中所看到的一切的过程 当你们专注于这一点时 你们的现实就会改变 一切都会改变 甚至是地球 甚至是地球母亲和他身上的那些人 是的 你们可能仍然认识到地球上的混乱 痛苦和伤害 认识到有些事情需要解决 释放和理解 当你们专注于自己的个人提升时 你们将有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自己和地球 这不仅会为你们服务 而且会为所有人服务 专注于自己内在的提升可能会让人觉得你们很自私 但你们所寻求的一切和别人所寻求的一切都来自于自己的存在 如果你们证明了这一点 其他人就会跟着做 即使你们不与他们交谈 他们也会对你们的能量和注意力很敏感 每个存在都相互连结并体验着一体性 这也是大家可以重点关注的 它只需要一种认识我们的认识 以最伟大最纯粹的一体性来体验你们存在中所拥有的一体性 它就会到来 你们对自己的认识和你们内在的提升就是你们的力量 它们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强大 更有影响力 你们的扬生时间现非常重要 你们可以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 我感谢你们今天与我同在 我是大天使梅塔特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